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在这个擂台上面的 所有的峰会里头参与的人 到底如何的各怀鬼胎呢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官 两位的这个来宾 那第一位呢 其实看到的是 借文吉 借大使 孟欣好 两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赖岳谦 赖教授 主持人好 两位朋友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当然我们 我们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在我们播出的时候 当然这气候峰会的视讯 其实已经举行了 但是呢 我们是事先录影的 所以呢 我们在录影的这个当下 其实那个峰会是还没有举行的 不过我想光是有40国领袖 愿意参加出席 当然我相信这里面 对拜登来讲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的习近平 习近平愿意参与 拜登所主导的这一个场合 其实这背后的象征意义 本身就已经非常大 拜登呢很明确的 希望借由这个议题 一来这个在美国内部自己是一个争议性话题 二来在全世界呢 这个议题是一个没有争议性的议题 所以想要借由这样子的方式 你看难得习近平也来了 马克宏也来了 梅克尔也来了 就连普丁跟他吵架吵成这样 然后都来了 当然波罗斯康斯是一定会来的 所以借大使你怎么看 拜登的这一个塑造世界擂台组的这个角色 如何看待 我觉得这些国家领袖 就是给拜登一个面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拜登是不是三年以后 还是不是总统 大家都还不能确定 如果川普又回来的话 那对不起啊 那又要退出了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国内对于气候变化 基本上没有共识 而且他是所有世界国家 这些去参与峰会 他内部反对力量最大 当时川普他退出的时候 我觉得川普是真小人 那拜登是伪君子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真小人他就讲了 他说我要退出 为什么 因为这个巴黎协定 对于我们的工人 对于我们的企业 对于我们的这个 这些所谓的我们产业 会带来经济的损伤 所以他讲得非常明 所以川普坏 他骨子坏 他面子也讲出来 拜登是玩假的 完全玩假 所以拜登可能会有一个 很具体的承诺 但你觉得他做不到 做不到 因为现在这个承诺 照京都一 照这个巴黎协定 是自我承诺 而且不具法律强制性 也就是说 所以习近平说 你们相信我 我们中国人言必信行必果 就说这个最后执不执行的话 完全看你自己送进去的 那个承诺的这个标准 没有人能够制裁你 可是为什么今天 国际法会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所谓的 巴黎议定书 这样子的规定呢 之前不是 就是因为美国人脚举脚的 之前是有这个 之前在京都议定书的阶段 也就是2005年生效 京都议定书的时候 美国虽然当然签了 可是美国国会不批准 所以那个时候 他达到生效的标准以后 欧盟那时候就说 我们是不是要做 因为美国人不参与 那个京都议定书是什么 它是用法律的效率 给所谓的工业化国家 一个明确的减量标准 你可以讨论出来 它是20 比如说1990年的标准 然后各个工夫 法国你要达到1年就好 减到多少 你到2020 2030你达到1990年的标准 减多少或增多少 那都是要明确写出来的 然后你签约了以后 这就是你的国际法的目标 你的国际法律责任 那时候美国不愿意啊 美国从来就没有愿意过 然后美国还说什么 他在京都议定书 他签了以后不签了 他说因为中国跟印度没有参加 所以我拒绝去旅行 当时欧盟一片哗然 欧盟当初讨论说 美国这样子反对 我们是不是还要干 欧盟极力决定说 我们继续干 所以美国在这个议题上 背弃全世界 已经不止一次了 三次了 所以这次他来搞 他做盟主 真的是大家给他一个面子 那么都知道他 是不是完真完假 还是不确定的 而且最重要的 你拜登先生 你现在的处境 拜登老先生 三年以后 如果川普共和党又回来的话 你今天讲的又是白话一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当然还没有正式宣布 不过所有的 包括美国跟英国的媒体 都提到说 拜登应该会去承诺 承诺要在2030年的时候 减碳减50% 当然他没有明确的说 到底是根据什么样子 作为基准 那一般认为应该是2005年 就以2005年的排碳量 然后去减碳50% 但之前习近平 他在跟法国跟德国的领袖 见面的时候讲说 中国言必行行必国 讲这句话的时候 听起来就有点像是 在告诉全世界说 你们去记取东京议定书的教训 京都议定书的教训 京都议定书的时候 是谁说到没做到的 那拜登的这一个 50%的程度能做得到吗 我觉得他们会用很多种手法 目前来讲 看起来是朝这个方向在走 例如说 中国大陆跟欧洲 很有可能会宣布 就是再过10年以后 任何碳水化合物的测量 不能够进中国 或者中国已经不在生产 碳水化合物的测量 就是说只要会排碳的测量 通通不准进 那么目前来讲 欧洲也朝这个方向走了 然后例如说 他们以后可能会规定 你的碳排放量多少的工业产品 就不能进这个国家里面来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就会迫使 这些不参加的国家 他就必须要去调整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 中国大陆跟欧洲 他们的这个步调是比较一致的 换言之也就是说 即使你美国 未来刚刚这个文吉兄所说的 如果说共和党又上来了 然后他们又反悔了 或者是说拜登这一次 这个又通过了 然后他们的国会又不通过 然后或者是说 他们的这些电瓶车也不普及 然后这个风力发电 因为像目前来讲 布林肯他自己都说了 像风力发电 就是再生能源的 这一些专利 中国大陆控制了30% 这不得了 33 三分之一 都是中国大陆所掌控 这几乎跟5G的这一个 这个情况是类似的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云端的技术 就云端计算 跟这个云端的这个安全技术 这个部分中国大陆 在全世界是领先的 那这个排能减碳的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碳中和的这个部分里面 未来会采用高度的5G跟云端技术 来去协助各个工厂的一个监控 跟它的这个温度的排解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在气候暖化会议中 定为一个标准的话 那这个中国大陆会取主导的作用 所以如果美国不加入 而其他的国家像欧盟 这种也是很庞大的经济体 它愿意加入 而中国大陆跟欧盟的这个合作的 紧密度越来越高 定出标准的程度越来越高的话 那美国可能就麻烦了 美国可能在未来的整个工业化的产业 跟未来都接不上国际轨 那这个时候美国可能就承受不了了 所以与其说拜登他是主动的希望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倒不如说他已经看清楚这个情势 中欧联手之下 美国企业到最后不得不就范 那美国政府再不跳出来的话 他可能反而被全世界所鄙视 是的 因为目前来讲 全世界已经无法再容忍 温度这样气候异常了 因为大家已经不能容忍了 因为你看德州都会来个大风雪 台湾都会缺水 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气候异常 已经证明说 当初这一些气象专家 气候专家他们所推理的 也就是地球的温度 确实已经造成伤害了 这已经不再是 这个已经是一个 普遍的科学家都公认的事实 所以美国的一些所谓的专家 一直说这个气候没有变化了 地球会自己修复 那等等的这种理论 基本上在国际上已经不是主流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共和党 尤其是川普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在国际间已经变成是异类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美国如果再不融入这个国际社会 美国以后会被这个国际社会抛弃 所以我觉得拜登的目前的一个判断跟做法 是正确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文吉兄一直在强调的 这个美国的社会会不会理拜登 还有拜登再过三年以后 他如果没有连任的话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变数还在 但是如果美国走错一步路 美国真的很有可能会被 整个国际社会所抛弃 好 在这次会议之前 欧盟刻意的他们就举行了一次会议 然后去讨论说 那我欧盟的减碳目标要不要再提前 他们更严了 所以你看到欧盟他们现在提出来的这个目标 我真的必须要说真的是非常厉害 他在2030年之前 然后减碳是1990年的摆碳量作为标准 减碳55% 所以其实欧盟到现在为止 他不但是跑在前面 而且他越跑越快 本来他的目标还是50% 现在再多加了5% 你不要小看这5% 这5%其实比例相当的高 所以湘龙刚刚其实赖教授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现在拜登非跟进来不可 因为中欧已经联手了 就中国大陆虽然我们看到 它的目标相形之下 当然是要比欧盟来得落后很多 因为它是开发风国家 但是当中欧一旦联手 而且我在内部开始定定 我自己的内部法规 比如说我的汽车 如果你有任何的排碳的汽车 通不准进口 那我请问你 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要不要跟着干 对 就所有的企业标准可能变成是中欧来制定 所以美国再不加入的话 它可能会被全世界全部排挤在外 其实这是一个巨大变化 因为欧盟它在 它的一些议题 议题上一直都是模范生 它有道德制高点 所以不管是在环境议题上 或者是在食安的议题上 或者像是人权的议题上 它有模范生 我形容它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 经过那个 就是说走廊的时候 看到挂在公布栏里面 那个模范生的照片 上面就写的欧盟 它看着很讨厌嘛 但是它一挂挂在那边 那是就是告诉你说 每个人都要跟他学 那那个模范生走出来就有风啊 因为其他人就跟不上他 但是你就觉得既然在学 除非你不在学校会 要不然你就要跟他跟他学 你怎么这样讲 人家这两位在学校的时候都是模范生 我 我就在讲 我不是我掉皮脑袋 那因为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峰会 这次峰会对美国来讲 或者对中国来讲 它最后必须要进来 虽然有大国角力的味道 你光看到 你Junkeric去上海 受到的冷对待 你就知道中国是很不爽你的 就是你来你就跟我谈气候 没问题我就这样进来 但其他都不用谈 你连什么王毅什么都不用见 我也不用来北京 来北京之后 我如果习近平不见你 李克强不见你也很怪 你干脆不要来 你就在上海 他在上海关三天 关到他饭店里面 对 哪都不能去 你就知道就是说 如果不是这个议题 中国根本就不想撩你 好那因为 但是这个议题竟然已经上台面 中国也必须要进来 因为 第一个 这是一个形象竞争 换句话对大国来讲 尤其像中美这种大国 它是一个形象竞争 所以你在国际上面 你要建立自己做个领导品牌 领导品牌总要有点道德形象 装模作样 这形象竞争 第二个就是说 这种的会议是一个定规则的会议 定规则的时候 如果你不进来的时候 你连讲你的规则的规则都没有 不然人家定游戏规则 你不在里面的时候 定好的时候你就没有发言权 这是一个定规则的会议 所以他非进来不可 对美国来讲 中国现在的情况倒过来 美国比如说 我们之前讲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如果他不退出 气候变迁的会议的话 他如何去召唤制造业回来 那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政策方向 当一个强权国家 他要发展制造业的时候 你说我同时要做碳管制 我怎么办得到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你一定要我要照制造业回来 我要增加钢铁业的就业机会 我要把那铁锈区的锈全部都磨掉 那披斯堡等等 底特利都要新倾向 容器材都要回来 你办得到吗 你当然办不到啊 所以川普是真小人 这就是刚刚介大使所说的 那我这样听起来 拜登就真的是小人了 那拜登 就是伪君子了 因为他还是要把制造业给召唤回来 然后这边说我要定一个 伟大的减碳目标 他要召唤回来的制造业 跟川普的不太一样了 他不是传统的制造业 你看他的补贴方向就不一样了 他可能是在半导体 那他可能是在一些绿能产业上面 拜登就是要传统产业回来 他就讲他就是那些 所以说召唤的产业 对因为他就是要召唤那些生锈的票 还是跟石化有关 对所以他就是要把那些石化能源 钢铁那些的传展东西叫回来 那个东西你不可能留在气变会议里面 你留在里面你根本就做不到 那拜登呢现在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那个模范真叫欧盟 他除非不跟欧盟交往了 否则他非要回来不可 只要你想跟欧盟交往你就一定要回来 你想拜登有那种可能性说 我既不接受气候变迁 但是我要跟欧盟好好的交往 继续同盟不可能 所以他非回来不可 欧盟说你太脏了 我不要跟你再去 对所以他一定是 一定是他的整个的宏观战略当中 不能够出现核心矛盾 那中国现在 现在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说 中国是倒过来的 中国当他现在呢要 要有言必性行必果 因为中国大家常开玩笑讲说 当大家都在吹牛的时候 最后只有他做到 那他只是在再三的证明 就是说你看过去这么多 在吹牛的京都议定书 每个人都吹牛啊 吹了半天之后只有我做到啊 对中国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证明他吹牛永远做得到 对那15年年前 大家都说要登陆月球啊 15年之后只有我做到啊 其他的法国啊连日本都不行 所以当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今天习近平在在讲 就是中国人言必信行必果 就是说到做到 大家就会当一回事 就是说他以前吹牛他都做到 这一次你不要把他当吹牛 不过他会导致的就是说 他一定会导致中国的 中国的产业的大洗牌 我们比较少去思考到的 就是说这件事情 对于地缘阶经济的整合 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以美国来讲 美国之所以他的 他的碳高峰在2007年 不是2007年之后 他经济就走下坡 而他制造业就大量的出走 他借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他就把他大量制造业就往外挪 特别是挪到美国跟墨西哥边境 他的制造业通通都到那边去啊 大家都到对面去打工 然后所有的污染碳排放 都算在墨西哥身上啊 可是你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贸易区来讲 美国觉得他制造业没有影响啊 他车还是很便宜啊 你到美国就知道车有变贵没有啊 相反的墨西哥的车更便宜 所以你要买到很便宜的车 虽然表面上美国的工人失业了 可是污染都留在墨西哥 那对亚洲呢 亚洲的问题来了 就是说印度他一定会很紧张 因为印度不在RSEAN里面 印度啦 我估计就是说 当你今天中国做这个承诺之后 中国制造业呢 那些污染性的制造业 碳排分子一定会大量出走 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个表格 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国家所设定的目标的差距 好 这个是各个国家的碳排放的占比 当然中国大陆 印度 还有这个俄罗斯 你看到橘红色的 这三块 那美国占12.7% 大概是中国大陆的一半 然后呢 欧盟占了7.5% 所以确实中国大陆呢 它会被点名 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你再往下看减排目标 美国现在设定的是2030年比2005年少百分之50 欧盟是2030年要比1990少百分之55 你看日本的目标就很少 是比2013年只有少百分之26 我觉得日本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你看到日本最近 他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建核电厂 其实跟这个压力有关 那印度跟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是开发中国家 所以采取的是单位碳排放 所以就是我每一块GDP 然后我的碳排放我要减少 让我在经济成长的同时 我的碳排放不会成长得太快 但印度只有承诺到2030年之前减少百分之33 但中国大陆是说要减少百分之60 对 不是这样 所以就假设说今天这一个气候峰会 是一个吹牛大会 那各国也必须要很务实地来吹牛 从这个吹牛来看的话 你觉得谁会受的压力最大 当然现在看起来 印度的压力是会很大的 因为印度遭遇到了 因为我刚刚讲 未来的碳排放它会区块化 就像是美国把它碳排放丢到墨西哥 中国一定开始让大量的 就是说制造业出走 那到哪里 它既然RCEP今天要开始运作了 那一定会有很多 就往其他的RCEP国家走 可是印度的麻烦就是 它不在RCEP里面 那它怎么办 人家要去你那边也不对 你要出来也不对 将来很多的 你看个别国家 它的碳排放量会改变 可是你会发现 总体那个区块的碳排放量是不变的 就是如果你把中国加东盟 加上就是说日本 加上这个韩国 你加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碳排放量还是这样 但它移到外面去了 大家各自减少自己的压力 你看到的这些统计里面 还没有东盟它是把印尼这些独立开来看 东盟的经济总量是印度的两倍 你合理推估它的总体的碳排放量 大概都要百分之十几 以后的区块化一定很明显 欧洲是一个区块 亚洲是一个区块 美洲是一个区块 你个别看起来各个国家都在计较说 谁排天量比较多 可是总体的那个量是在这里的 那现在当然比较大的 其实就三个国家 中国因为百分之二十六 印度的话百分之七点五 那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 俄罗斯其实因为它都是基础的农工矿业 它的高科技产业实在不发达 所以它的碳排放量也大概占到五点多 以它的人口比例跟它发展水平来讲 其实很高 那这些国家压力很大 所以你会看到当这个标准 这次会开完了之后 我认为未来 包括台湾在内要非常小心去准备的就是 我认为未来气候变迁的议题 它变成是一个国际伦理学的问题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走上海洋法的法典化的情况 就是以后气候变迁不只是大家用讲 而是变成是一个法典 好 这边我就很快的请教两位 我们这一段结束之前 当然台湾什么都没有做 其实这个我们自己知道 那么也要好好检讨 但下次我们可以好好谈这个话题 但是很快的来谈 就是这个气候变迁 今天的高峰会 坦白说视讯嘛 它比较是一个吹牛大会 到了年底的时候 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 它可能就会是具体的牵涉到 刚刚唐湘荣所说的 它会变成一个规范性的 法典式的一个规定 你们看好吗 谁主导 而且谁主导 非常困难 其实这个整个气候变化 刚好公约 它是92年签的 它订定现代所谓的 国际环境法的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叫 共同但差别责任原则 Common but Differential Responsibility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开会的时候 1972年的这个斯格尔 开会以后谈了20年 当时大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 今天这个地球空气搞的乌烟瘴气 不是现在开始的 从工业革命开始的 18世纪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房子堆了那么多灰 谁的责任大 当然是先工业开发 工业化的国家责任大 所以它说我们都有责任 可是责任不一样 要先从谁开始负责 先从这些西方的工业 老牌国家开始 所以这个决定以后 京都一定书就彻底决定一个法律责任 也就是所谓的附建一国家 基本上都是欧洲跟美国的国家 这些国家包括日本 然后你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去丢出一个 谈出一个具体的减量责任 你今天看京都一定书 那个附建一国家通通在上面 做了承诺 可是真的 定了以后 2005年生效以后 连欧洲国家都做不到 那最扯的就是 在上面承诺了 盖了章 当然美国没有去 没有批准了 京都一定书 美国 加拿大跟澳洲 结在一起 不断地在破坏 而且到现在这个三个国家 还是对于这个 全球气候暖化 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面最大的blocker 然后今天到了巴黎一定书 事实上它是自我承诺 而且这里面 2015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大陆的国际声望 到一个顶点 为什么 欧洲人很佩服大陆这种承担 愿意承诺 为什么 你本来在这个国际环境法 已经讲出来了 发展中国家 在以开发国家 尚未承诺 具体减量的时候 它不负担具体减量的法律责任 那可是因为美国的 不断讲说 印度中国加进来 我才能搞 那人家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谈的时候 要承认这个 common and differential responsibility 大家承认这个原则 才能往下走 欧盟也走了几十年 美国就是拖 那中国大陆好没有问题 所以你觉得在美国的破坏之下 其他达成共识很难 还在破坏 那教授你觉得呢 其实我倒比较乐观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 大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议题 特别是这四十个国家的 尤其是大国的领袖 那么谈定 那年底的联合国这个部分 我觉得定规则定标准的 通过的这个障碍已经扫除 特别是中国大陆 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它跟美国的国民所得是6比1 美国是6万多美元 人均 中国大陆才1万多 那你看欧洲跟日本都是5万多美元 而中国大陆都承诺都加进来了 我觉得它会使这个 您刚刚提到G7的这些国家 即使你美国加拿大日本想回避 你也回避不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动作比谁都坚定 那这样的话 它跟欧盟的这个紧密结合的度会更高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使 这个美国跟日本 它也不得不去面对 不跟随 你们会被我们主导的更加的 是的 我觉得 我会比它乐观一点 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 是一个就是污染责任的分配阵营问题 就是刚刚介绍讲 说当你要跟我计较 我一定会回溯到 就是今天地球搞了乌云脏气 难道是我们吗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他在讲的就是说 你终究要面对到 因为工厂在哪里 烟囱在哪里 所以当今天中国他要大量减碳的时候 他工厂也要往外移 但是我们最重要我们要注意美国 因为台湾尤其你喜欢跟着美国走 你要知道 只要全世界在定规则的时候 美国都是破坏者 他到现在为止海洋法公约他 他都还没有签 他谈半天的时候他是不会签的 当你定罗马 罗马规约要去规范战争罪的时候 他也不签 换成说今天只要大家合起来说 我们三个人决定了 那个人很坏我们要定个规则 他一定不会参加的 美国的角色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期待美国进来 美国这次拜登进来 我认为早晚美国国内反驳的力量 又把它拖出去 然后到最后就变中欧定规则 那才麻烦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 今天这个有一个议题在台湾 几乎没有人特别的关注 但事实上他现在是国际上面 最担心的一件事 那就是印度的疫情 印度的疫情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升温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来看这个趋势图 印度的趋势图里头 你可以看到他从三月底开始 就一路的往上攀升 接到4月20号的时候 他是29万人 昨天他宣布的是30万人 我觉得这个数字简直是天文数字 一天感染人数30万人 印度虽然他人口数很多 可是他的医疗的加速实在不够多 所以对当地来讲 其实是一个疫情灾难 但是他同时又对于全世界来讲 产生了一个剧烈冲击 这个剧烈冲击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疫苗供应 因为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疫苗代工厂 AZ疫苗大量的是在印度生产的 他自己不研发 他只代工 那现在他是一个大量生产疫苗的国家 结果自己的疫情变得那么严重 而且他现在疫苗用完了 我们看到这个印度 他现在最新的宣布说 对不起 我们现在印度疫苗已经用完了 而且他的产能不足 恐怕引发的是全球疫苗的锻炼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美国在地人政治上面 联赢至终是很明显的 所以本来是要派Boris Johnson 英国首相跟日本首相菅义伟 去访问印度 要跟印度的总理莫迪 然后马俊马俊 我们大家好好来谈一谈 就疫情太严重了 Boris Johnson现在也不去了 菅义伟也不去了 所以季大使 你要不要先从美国的布局 会不会被破坏开始谈起 我觉得美国本来就对印度过于高估 他不晓得印度这个国家 在独立以后 他们对这些原来的这些西方 在欺负印度几百年的这些殖民国家 心里面有多恨 有多不信任 所以你知道 印度事实上独立以后 它走的是锁国 我们在贸易上 所谓的进口替代 那个印度是进口替代的 最主要捍卫 什么叫进口替代 我就是组一个高墙 你东西不要卖进来 我只要能做一点点都不准进来 对 你要进来的话 你就在我这边生产 我不买你的东西 所以到今天你所有的贸易谈判 印度是最保守的 因为为什么 他非常了解西方这种殖民主义 在他这个历史上造成的创统 他对西方主义是没有信任的 所以他这个不结盟也好 他贸易的极端保护主义也好 都是这个历史经验造成的 美国今天要去敲印度这个门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自我 要不然就是认识不清 要是做宣传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跨城 你只要牵涉到印度 你要针对第三方 尤其针对 不管是针对大陆也好 都很困难 印度不会跟你走 而且今天的印度 我一直觉得什么把印度 为什么把他提到这么高一个地位 我去过印度非常多次 我跟他们以前在工作上 跟他们有很长一段 谁叫爱去人 我跟你讲 我今天我连印度说 他一天29万个感染 这个数字 我都怀疑 我觉得不值 因为印度的统计是非常难做 不是 也许不一定是刻意要去作假 但是他们实在计算不出来 因为印度有多落后 你去了你才知道 他很多人是住在马路上 住了三代 然后这三代做什么 就是在乞讨 都是小孩子在乞讨 在哪里 在他的首都 你今天你去新的 你去看看 那你到乡下的话 你会更觉得 这根本还是中世纪 就是说他完全没有 现代化的条件跟基础 他有一个叫 有一个城市 是他们所谓戏谷 你去看 他那个附近盖的那个捷运 盖了十年 还只有混凝土的框框 那就是说这个国家 你要把它太高估的话 你自己去看以后 你会觉得真的有点 吹过头了 所以介大师你觉得 第一个高估是高估了印度的意愿 就是他愿意跟美国合作 来对抗中国的意愿 他高估了 印度不可能有这个意愿 第二你高估了印度的能力 印度现在他自己连自己疫情要控制 掌握疫情到底蔓延到什么程度 它都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说 掌握一个模糊的数字吧 就是说二十几万 我想印度它有那么多的成本 去做这么多的检测 我第一个就比较怀疑 那这可能是一些大城市的数字 可是在相信我们不晓得 另外一个印度 如果他连他的这个疫苗都告急 是蛮严重的 因为印度我们从贸易讲 他是一个叫学民药的一个大国 他是一直跟西方国家讲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药品的专利 我是排除其外的 所以我爱生产多少就多少 所以西方国家对他网开一面 没办法 他就用国家的力量 在侵犯你这种药品的这种专利权 我就在国内生产 所以西方国家只能说 你不能运出印度 印度有一个business 就是想办法 像东欧有些国家 想办法到印度搞一些专利药 可是那个只能在印度用 你不能出去 那个犯很大的罪 所以印度西方国家弄得很 看得很紧 你拿到非洲可以 你们这些低度开发国家可以 可是你要别的国家去印度买药 这些药都很 外面都很贵的 可是印度就在那边大量的生产 所以今天印度是一个 这个情况我们不是这种正常角度来看 那印度今天出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真的 这个produce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他可能 不要说经济好 可能崩溃好 他真的他整个国家 这个医疗体系会崩溃 然后再继续走下来 不要会怎么样 我是对他们不是很乐观 蓝教授 现在印度的情势确实是很危机 他有一个公共卫生上面的危机 除了刚刚提到的疫苗用完了 他们已经是世界药厂 就他疫苗用完了 他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是 他们现在发现说 他们在印度因为感染人数太多了 所以那个病毒就不断变种 不断变种 已经有三种变种 他们发现一百多种变种 然后其中有部分他们发现说 已经对于疫苗是 疫苗已经没有办法产生任何能力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于全世界来讲 那又是另外一番的危机 所以印度有这件事情 它引爆出来的很多问题的面向 我觉得印度的政治人物 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印度本身 他们的政治人物 为了宗教的目的 因为宗教就代表选票 也为了这个选举的目的 你看他们在这段时间内的 宗教的大聚会 政治人物带头做表率 就是破坏所有的防疫规定 所以你根本不应该 在他们的恒河那边拒绝 结果他们政治人物 自己跑下来拒绝 然后造成这么大 严重的高污染 高传染性 所以我觉得 目前印度整个疫情失控 是他们的政治人物造成的结果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决策者 决策者误判情势 他们的眼睛只在针对中国大陆 整个眼睛就看着中国大陆 可是他们没有学到中国大陆的优点 他们所有的就是为了对抗而已 为什么 中国大陆在国内 它是严控疫情 所以他对于整个疫情是非常敏感 你任何每一天都要报 有几例境外几例境内 然后境内社区一感染就疯 而且精准式的就下去 所以他把疫情控制得很好 那由于国内的疫情控制得很好 这些情形下的话 他国内的疫苗的供应 就没有那么的急迫性了 所以他可以安部就班 就是一步一步的施打 所以你看他们张文宏 或是这些医生就是说 你现在应该要打到多少了 你应该要到七八成 他就一剂 一亿剂 两亿剂的这样子一个施打 这也是中国大陆疫苗 可以有能力到全世界去 然后这个不管是销售也好 或者镇雨也好 这原因是因为 他自己内部疫情控制得太好 所以他可以用 比较缓慢的方式来打疫苗 是 因为国内控制好 所以他可以按节奏的来做 所以他可以去计算国内的生产量 还有新的疫苗在完成的 然后陆陆续续的投下来的 也就是说我原来新科等等 我国药我有几款 有三款 现在又有五款要进来了 所以他未来的生产量可以到多少 所以他是按部就班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自己能够先顾好的情形下 他中国大陆开始看全世界 哪一些国家急需要疫苗 尤其是当整个疫苗 被欧美的这些国家垄断了 买光了 有东盟 非洲 拉美 有多少国家 他们缺疫苗缺得很严重 连医疗 医护人员都没疫苗 军警人员也没疫苗 那怎么办 其实你只要看 连墨西哥都跑去跟中国大陆要疫苗 对 所以中国大陆就有能力 而且有意愿就开始支援他们 那支援他们的时候 这些国家当然感动嘛 感激嘛 就是说你自己也还没有打完 你就愿意先给我们 然后欧美的国家自自立不打也没打完也不肯给 这个两相对比之下差别太大了 天地之间了 所以他就 这些国家就完全了解 欧美的就是一张嘴 中国大陆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 这个时候印度不舒服了 印度就开始为了搞疫苗外交 然后刚好就是四方会谈 就是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就收拾印度说你要搞 你要来搞 然后我们支持你 所以当初的这个四方会谈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议题就是疫苗 要印度 因为刚刚介大使说 印度就是疫苗的生产大陆 对 世界药厂 生产厂 然后要印度 印度开始就给巴基斯坦来给 然后就到处给 问题就在于它国内控制不好 国内也不够啊 但是中国大陆的状况是不同的 好 然后后来印度又做了一件事 印度就跟这三个国家说给钱 因为他说我要疫苗就要钱 结果美国不肯给 日本不肯给 澳大利亚不肯给 所以就一张嘴 咱们这些人也真坏 印度是个穷国 你要印度自己免费的把药赠送给别人 然后你们开一张嘴 要我免费去出钱 所以印度没有拿到他要的钱 因为他有跟他们要钱 他们不给 不给的情形下的话 你很明显的就看到了 印度送出去的疫苗就白送了 因为他国内还需要 他先送出去 那你怎么办 现在也送不出去了 因为他自己也不够了 那全世界就更缺了 那现在更就只会造成一个 现在全世界唯一的 那就是依靠中国大陆来帮忙 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嘴巴 他说我们打不完了 我们已经愿意给 但是问题就到 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打完啊 一季都还没有送出去吗 他还没打完啊 打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我们现在最早等到他7月4号 他说7月4号他国庆为天他要开门 US Open 那看Open之后再看 是你看因为印度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必须要预防一个亚洲的人道灾难 印度是有可能的 就13.5亿人口的大国 它的系统是崩溃 那个是没有遇到过的 那这种的人道灾难一旦发生的时候 你看西方国家现在摆在姿态呢 就是自顾不暇 他不太可能就去管他 那原来光就新冠疫苗来讲 推估2021年美国说他大概可以生产40亿剂 印度31亿剂 但是大部分的其他国家在等的 因为美国一支都不肯放 印度生产的主要是AZ疫苗 刚刚因为介大使比较了解印度 我常常看完讲说 印度号称民主 其实他是没有人做主 你这个说的也蛮对的 他会告诉你说 好传神喔 他会告诉你说我是一个民主国家 唐湘瑞真的很会下标题 可是你只要跟他打架道久了 看久了你就知道 他其实那个国家的特性是没有人做主 就是根本什么事情都不算了 今天跟明天都可能不一样 那这种事情呢 你光看疫苗他的疫情有多严重 我们不要因为台湾也跟印度有一定的往来 你看最近的两条 两条新闻会把你吓死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月初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航班 那个航班呢印度飞香港 飞香港落地之后呢必须要隔离14天 那一共在188个人 落地之后隔离14天之后呢 53个人发病 那是在香港还是在印度被感染的 不是他在香港隔离的时候发病 180那是三分之一 所以他们的检测有问题 你要知道就是说 在印度可以上飞机的 基本上大概都在印度的中上阶 而且应该是要做过核山检测的 所以大家就质疑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你有沒有能力做 所以是印度相对比较收入是很好的 所得高的一群 当然才有可能 然后又做过核山检测 结果到了香港三分之一 就这个月初 所以香港现在赶快就把印度的航班都关了 你一个航班过来 188个人的就是说呢 中诚的航班 50 两个礼拜之后53个人发病 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啊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印度的染疫情况多么严重 你光看这个数字就认为 刚介绍讲的对 我连30万都怀疑 所以说你们怎么可以把核废水排到海里面去 日本的网友就很简单回答说 那个排进去的水比你们恒河水要干净 那如果你们恒河水都在喝在洗澡 那个水没有问题 但印度网友就回说 那恒河的水我们敢喝 那请一下排出去的那个水你们敢喝吗 没有错 那就已经在大吐河 但是因为印度主要生产的是AZ疫苗 全世界的开发中国家在等的其实都是这个疫苗 因为你等不到莫德纳嘛 你也等不到辉瑞嘛 那个都先进国家先抢 台湾日本都等不到 日本以为9月会也没有 它在框你而已 连日本都没有 所以所有的在开发中国家 如果要等疫苗 COVAX大概给你的 包括台湾等到的 都是AZ疫苗 那亚洲去的话主要就是印度供应 印度没有了之后 就告诉你大部分在等疫苗的都等不到了 所以接下去大概就剩下中国疫苗了 它对全世界 今年能不能够让大家从疫情里面走出来 印度的疫情至关重要 印度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只是它的灾难 而且其他的国家都无解 边境要解封遥遥无奇 不过我觉得现在印度的情况是 它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压力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知道印度央行也在实施QE 量化宽松 我们过去认为说 这个量化宽松应该是 这个以发展国家 像美国 欧洲 日本 英国 或加拿大 他们QE都他们会实施 就量化宽松 QE 量化宽松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我印了钞票之后 到外面去买债券又进来 我买了债券 然后我印了钞票就可以发出去了 所以它其实就是印钞票的一个手段 印度在前两个礼拜宣布说 他们要发行一兆卢比 印度卢比的QE 就是等于也是用购债的方式 也是QE 所以印度现在 其实它的经济情况危机到说 它已经 它的这个开发中国家 居然也要实施QE 所以印度的货币 现在贬值得非常的厉害 因为它觉得说 你经济又没有起色 然后现在你这边又在印钞票 它没有QE的条件 对 而且它不是国际货币 它不是重要的国际货币 那它这样子印钞票 所以国际上面现在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你看它经济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疫情又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好 美国在亚洲的布局 除了有印度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是菲律宾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美国媒体都在狂报导 就是说这个在南海 然后中国的渔船集结 然后菲律宾的军方非常的愤怒 然后觉得这些渔船 基本上其实都是来挑戏的 眼看着中非之间 其实似乎有一些热交战的可能性了 但是杜特帝 我觉得他这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话说得好像很硬 实际上面是在留后门 他说如果中方尝试钻游 那我一定派军舰驱赶 中非的渔鱼是有限度的 但是他说如果是渔船捕鱼的话 那我就是不管他的 那里面也没有什么鱼 他讲这句话 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 这些渔船如果只有捕鱼的话 我是会不理他的 美国这个塞龙没有效 杜特帝我想他 他从他上任第一天 他的立场就非常清楚 我要跟大陆取得经济的利益 我跟美国做朋友 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且只会带来一些灾难 所以他这个认识 我觉得一直到今天没有变 而且他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他要整顿国内 你知道他这个是铁碗政策 那他知道美国是一定要批评他的 西方世界一定要批评他 所以他形态上就好像要往大陆偏 因为你往大陆偏的时候 西方就不敢整你了 你整我的话那我更往那边偏 所以这就是说他很了解西方人的这种心理 你今天什么都往美国靠 你看你杜特帝想要在国内铁碗整顿的时候 美国跟西方会联手好好来批评你 没有人权 就是因为你要往另外一边靠的时候 美国跟西方反而嘴巴都闭起来了 所以他在国内是用非常强的手段 来打击毒贩 打击犯罪分子的 你看到西方这些媒体 西方政府敢讲话吗 不敢讲 他怕说这样 这个杜特帝已经有这个问题 我还要把他推 现在为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 会菲律宾会变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菲律宾的总统 韩国总统只能当医院 明年要选 这个时候 是各方要插手菲律宾的最好的机会 美国已经忍了杜特帝四年了 没错 基本上要伸手进去了 所以他还是在关键时期会去讲话 那么他还是两边靠 他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内部的问题 他不希望内部 被大陆跟这个美国之间 把菲律宾给撕碎 因为菲律宾做过美国的这个殖民地 里面有一群人 还希望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周 到现在还在那边活动 所以美国要在菲律宾 当时不小心让杜特帝这样子的人 当了总统 当选以后他现在后悔 他难道会让杜特帝的人 或者杜特帝再继续当选 不可能 所以在美国里面要作怪了 所以他现在讲话好 我觉得对内部他也要顾及 所以杜特帝虽然在这边很努力地 维持那个平衡 但是其实菲律宾跟韩国一样 明年的选举都会承受极大的 美国干预他们选举的一个压力 一定会的 一定 对 这一定会承受的压力 是 就是对菲律宾来说的话 我觉得杜特帝他考虑到的是 菲律宾的自己本身的发展 是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以前Akino三世的时候 他完全倒向美国 他亲美 亲美不得的 所以他都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其实对菲律宾的伤害很大 包括菲律宾的经济 因为他原来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都受到影响 然后最终的结果 就是南海的岛礁的强固军事化 这是后面所带来的结果 那杜特帝上来以后 杜特帝是一个 你不要看他是讲话很直 可是他的心思其实是很细腻的 很有磨略的一个人 他很清楚地知道说 在南海的问题是中美在角力 尤其是美国人 他不愿意把他这块地盘 被中国大陆整个控制 所以事实上是中美在角力 菲律宾不是主要角色 但是菲律宾在 对不起 但是菲律宾在传统上 在这个岛屿上 他认为他跟中国大陆 或是跟我们中华民国 事实上是有争议的区域 对 他也知道他国内的一些民族主义分子 一定会咬到这个部分 而且美国也会在这个部分里面 来做文章 但是再怎么样 中国大陆对菲律宾的领土 没有企图心 到目前为止 没有 他也 因为大陆对于菲律宾本岛 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非南海海域的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是没有任何 因为中国大陆的传统 对于不是他的 他绝对没有任何意思 那这一点跟美国人不太一样 跟欧洲人也不太一样 好 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军事跟安全 对于菲律宾来讲 不能够摆在首要之物 可是对美国人来讲 如果 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者 就会把它变成首要之物了 因为任何国家主权的问题的话 或是岛屿的领土的主权的冲突 都会变成一个国家的首要之物了 可是对多特地来讲 他知道这个不是他 目前要对菲律宾发展 最好的首要之物 所以把它降温 但美国人是要把它升温 菲律宾就要努力把它降温 可是美国要升温 菲律宾要降温的情形下 民族主义者就有空间了 因为他会说你出卖国家利益 你不顾这个国家的领土等等 那你可以看到菲律宾的做法 我觉得他很聪明的地方是在哪里 他在国内不能够只是反贪跟反毒 他不能只做这两项 这两项做下去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没错 可是他还要有另外一手 就是让经济起来 对 要心力 一定要心力 如果没有心力 我只有反贪反毒 我的政权也会有问题 所以他要心力 可是他要心力 他知道美国这个国家 是绝对不可能给钱的 也不可能帮他的 而中国大陆才有可能 所以中国大陆可能投资到基础建设 一带一路 甚至两边的贸易一直上升 这个对菲律宾人来讲 就得到好处了 所以他一方面反贪反毒 二方面他要心力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要改善 大幅度的改善 跟大陆的关系 可是又有一个 南海的主权的这个问题 摆在那地方 而美国一直在煽动 然后他的国内的 这些民族主义的基金分子 也一直盯着这个部分看 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 菲律宾那个都特地的 巧妙的说法 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说捕鱼 黄岩岛以前都在捕 这个海域本来都在捕 所以你牛二郊这个地方捕 有什么意思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专游这个部分 他很清楚的知道 中国大陆在专游这个部分里面 只要再跟菲律宾海域的话 一定是进入两个人协商 所以他们目前共同专游 这个已经开始在做了 那也就是说对大陆来讲的话 有争议的地方 我们共同协商专游 我出技术出人 然后专起来的话 我们来分嘛 那么成本扣掉以后对半分 这样的话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式 中国大陆是希望能够建立 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模式 来说服越南也跟他 采用同样的一个方法 那这样的话就是 整个南海的地区 原来有争议的 就一个一个一个在减少 那美国要在里面山峰田火 或者是美国的石油公司 要在里面山峰田火的空间 就越来越小 这是中国大的谋略嘛 那菲律宾很清楚知道 这个谋略对它有利 因为并不是说只是对中国大陆有利 对它也有利 对 可是对谁不利 对美国 那美国一定会煽动它的这个民族主义者 所以才牛二交 才突然间又开始做文章 小龙那你觉得呢 牛二交这事情 其实只是一个起步 那也是代表的是 美国想要介入菲律宾总统大选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步 那现在选举还没到啊 明年才有选举 现在只是在暖身的阶段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其实除了南海上面 菲律宾的地缘政治上面的 重要的这个情况之外呢 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其实对美国来讲也是势在必得 所以菲律宾明年 会不会因为杜特地下台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 它在政治选择上面的重大变化 菲律宾的政治动向一定会是 中美在未来一年 在东盟角力的重点 因为它太重要 就是菲律宾的政治的改变 会大大影响美国在南海的 操作的方便度 过去几年美国在南海 其实没有讨到便宜 因为它的南海 没有可以用的基地 菲律宾跟它的防务协定 跟日本不一样 就是说日本在 日本最近很多检讨的声音 就是说我们连菲律宾都不如 因为美军在日本是横着走的 他要在哪里开基地 要怎么飞 日本智慧队 一点讲话的空间都没有 可是你看美飞防务协定 除了十年为期之外 清清楚楚的 你最多就是只有 大概十来个基地 有不可以在这口开 好 那它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但是杜特蒂有一个特色 杜特蒂毕竟是 就是说二战之后 第一个非马尼拉 非旅宋岛系统的政治人物 这个差别很大 就是过去所有的 菲律宾为什么亲美 从马可思以来都一样 管你是谁上来 其实都一样 都必须亲美 因为他们都是 马尼拉政治圈的人 杜特蒂不是 杜特蒂这几年的时间 他也在操作这件事情 除了他的反美情绪之外 他也在操作明达纳尔 跟旅宋岛的 这两个系统的差异性 因为他是明达纳尔人 他让明达纳尔 尽可能多点发展的机会 因为那个地方 又有反抗军又什么东西 长时间很动乱 所以他也希望改善那个地方 杜特蒂会 会让自己变成有点像是 泰国过去的塔姓 他会在曼谷以外的地方 得到大量的支持 江村包围城市 曼谷以外的地方都他的 那城市曼谷不是他的 曼谷是传统的那种西方利益 将来的马尼拉 杜特蒂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成功的把政权交给自己的接班人 至关重要 美国就会知道 他是不是失去菲律宾了 因为以东盟现在情况 我是不太相信 东盟这十个国家 未来还会产生 非常激烈的反中欽美的政权 因为过去12年里面 东盟的经济倍是增加了一倍 12年增加一倍 就是因为跟中国的关系 你可以想见就是说 东盟从过去跟印度是一比一 现在是印度的两倍 那有哪个国家能脱离 菲律宾也一样 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东盟十国里面 几乎已经没有纯粹的那种 反中欽美的政权了 几乎一个都没有 大家都是表态都要中立 所以杜特蒂的操作 他一方面他有内部的考量 第二个他必须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 毕竟他是第一个非旅宋的政客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南海的问题 因为美国只能派航母来绕一绕 他连靠岗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就到菲律宾的航母来的时候 没有机会靠岗 以前他要不然他可以靠岗 靠香港去度假 因为这附近没有人给他靠了 对 要不然金兰湾 他现在也还不能靠 菲律宾他也不能靠 舒比克也不能 他就只能绕一绕 就得要走回关岛去 他没有靠岗的机会 他操作南海就非常的困难 中非之间的问题 其实关键是黄岩岛 就是牛二交根本就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忽略了2016年菲律宾 在Archino时代 他所提的这样的一个仲裁 那个仲裁的结果大家有没有注意看 仲裁的结果 针对 除了我们的东沙岛以外的 其他的 其他的岛礁等等 他都有做一些的评价 那我们认为是岛的太平岛 他说不 这只是岩礁 但我们觉得很不爽 马英九不高兴 然后蔡英文不高兴 可是你知道整个南海里面 跟太平岛同一级的只有一个 就是黄岩岛 只有黄岩岛是跟太平岛是同一级的 换到黄岩岛的 因为又离旅宋岛 离马尼拉很近 美国或者菲律宾 当然会有安全感上面的问题 今天只要不动黄岩岛 中非的关系不会遭到哪边去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国防部 看看军事 国防部现在他们要成立 防卫后勤动员署 这个防卫后勤动员署 其实很多的立法院 其实包括蓝绿 其实包括民进党 他们都觉得不太可思议 就防卫后勤动员署 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这个奇怪了 这个到底是 你们不是已经有动员办公室了吗 对 国防部其实已经有动员办公室 行政院也有 对 那为什么还要弄一个这个动员署 那现在这个动员署呢 甚至于动到了什么 动到了神明 没有八将将 公庙的义勇 白老师你自己在国防部待过 您的评论 我觉得这个时代是要回到远古时代 这个义和团时代 找一对义勇军 现在的战争已经不再是 拿那个冷兵器在那边背上砍一砍 烧烧胡子 那个胡咒 你要喷喷胡水 然后就可以刀枪不入 这样子 这个邱国正会干这种事 我说实在话 我是有点意外 我们去看PTT的反应很好玩 PTT的反应 当然除了嘲笑之外 有几个很有趣就是说 为什么要动公庙义勇 因为不能动到绝亲 你知道就是文青们 跟公庙是两批人嘛 对不对 因为不能动到绝亲 所以就去动公庙义勇 这个评论还蛮精准的 然后这个八家将有神功护体 然后义和团再加十字军 因为后来他们觉得公庙不行 教会不行 教会也要纳进去 教会像西安山教会是 就是绝对不能拿枪的 是不能连当兵都不可以的 连枪都不准拿的 对 然后有人认为说 公庙义勇就被共谍渗透了吧 好 所以我觉得会动到这里 实在话对于当代的现代化战争 我坦白说 我不觉得邱国正的军事的知识 会有这么低 因为他再怎么样 在国防大学当会校长 你说 所以他到底是什么压力 非要这么做 你说去听研讨会也听多了嘛 你各国来的这些专家的研讨会 你至少也听过了 也都知道 现代化的战争的节奏非常快 速度很快 那么作战的时间很短 准备的时间很长 但是一打 时间很短就结束 因为他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因为 活力大 强 快 精准 大 强 快 精准 有这四个特点 所以他等于是我要打你几层楼 哪个房间 就可以打到几层楼 理论上要这样 所以他的后勤补给的这种炮弹 这种运输量大大的减少 然后他在短时间内把你的武器装备瘫痪 让你的作战力整个被解除 这个时间被压缩了 变得很短 例如说你从这个波安战争 你就可以看到 例如说像这个伊拉克的坦克 你只要一出来 就没了 因为他的无人机不断地在上面盘旋 24小时在那边盘旋 仿装甲飞弹一来就没了 对 就没了 所以你会看到说 你根本还没看到他 人家已经都在那边巡 这样的一种作战速度这么快的时候 台湾说你还要成立这个防备动员署 那我们就问说 那四个月能不能动员 不行 因为他连基本的作战力都没有 他打过几次枪没有错了 可是现代的战争 真的不能够只是打过几次枪 就说我是一个战士 你连近战的补给能力都没有 什么都 然后对军事的知识也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适应一场战争 好 那所以四个月的兵不能 不能用 不能动员 不能用 好 那再来就是退役的这些职业军人 退役的职业军人 他的数量又不够多 还有很多人他拒绝 例如说他退役了以后 他不愿意再回军 那你能动员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找公庙的义勇军 可是你公庙的义勇军 你要培训他你要花多少钱 你要花多少时间 对 然后你要让他学会通信兵 学会这个电脑操作兵 想都别想了 那你问题就来 那他 他动员进来了以后 穿了一套草绿服 就变成一只熊猛的老虎吗 不可能吗 你不可能说叫他穿了草绿服以后 然后脸上再画画那些东西 那些涂那个 因为我们穿巴扎这样的时候要吐 然后再拿冷兵器在背后砍一砍 然后就冲锋陷阵去沙底 敌人你根本看不见了 因为现在的作战 到短兵相接的时候都已经很少见了 好 即使短兵相接 也牵涉到高激素的条件 为什么即使你说打巷战 我举例子 我们即使在打巷战 然后人家就是对方 他完全可以看到隔壁洞 谁躲在那里 因为他们的整个侦察机都在上面 然后所有的探测器 然后温度都知道说旁边有几个人 有武器 没武器 对 然后你这边什么装备都没有 然后你也不知道有谁躲在那里 你跑出去你要跟你放两枪 就没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对称的一个战争 可是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你只要讲到我们现在的军队的作战能力 真的不足 因为武器装备都不够 训练也不够 你只要批评了 你就是万恶不赦 我就想起以前民进党在以后 把国军骂成什么 我们是米虫 我们是国子贼 也就是民进党在野 甚至他在年改的时候 把我们的军人 老师 公务人员 羞辱到什么地步 我们的尊严 我们一生为中华民国付出努力 坦白说我在这里我要发一点牢骚 台湾有多少年轻人像我这样子在反共救国军 在前线这样子操演过 这样打过仗 没有啦 所以我觉得我吃过很多苦的 所以我 看不出来 你的问题就是 你的问题就出在说你看起来太年轻了 人家不知道还有什么 反共救国军时代 我在反共救国军 而且我还在突击大队 而且我那时候我的连长回台湾受训 所以我代理连长 那是在金门还是在马祖啊 我在东营 我在西营岛 马祖东营 对 马祖东营 而且我还在西营岛 那很前哨耶 更小的岛 一个岛就一个突击大队 两副老百姓 我们就守在那个岛困了一两年 你们会派人去摸哨吗 他们任务是摸哨 任务我们他没有去 没有 我们的任务是反摸哨 避免被摸嘴 有水鬼的年代耶 对啊 我们有打过啊 我们那时候 但是我们 我们通常都是在夜晚的时候 我们有射那个标枪点 然后我们在海边 都有很多那个瓶瓶罐罐 然后我们假如一听到 咔咔咔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射点 射去因为看不见嘛 你也不能打照明 就啪啪啪打打打打 打完了以后再说 那个时候我们是每个人 我睡觉的时候 我的子弹都是放在旁边 我的枪跟全物装备都放着 也就是我们随时一有声音出来 然后我们马上着装 然后枪要上来 我们要冲出去 而且我要指挥带兵打仗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说 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在冷气房里面敲键盘 敲得自己很神勇 真正打仗不是那样 我们只是被困了 那时候被困了一两个月 我们的小兵的士兵 情绪就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们那时候被围嘛 围了以后就断吹 所以我们的蔬菜水果都进不来 淡水也不够了 我们的一个小水池 然后开始配 每个人就配 一天就是配 不到一个脸盆 以前我们一天还有一个脸盆的水 后来就配不到了 那就配不到一个脸盆的水 你要过一天 所以我们那个水用量都很谨慎 然后蔬菜水果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就吃罐头 然后那个新鲜肉也都全部都没有了 就一直吃罐头 然后大便搭不出来 对 那会有坏血病 对 然后就一直吃罐头 然后我们的火士 我就一直每天跟火士兵研究 就是怎么样 因为士兵开始不焦虑了 不安定了 然后开始要打架了 然后开始要拿枪出来打了 那有些人他们就抱那个 抱钢灰丢 那个把手榴弹放在那个钢灰里面 就拉一下就自己就走了 还有用那个大母哥科板机的什么都有 当然这不好讲的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在那样的一个压力下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你看有多少士兵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 都会寻求那个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想想看在现代的环境 一个温度一个什么就不能超 然后他们来骂我们这一代的军人 坦白讲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要面对 因为老一代的军人吃过苦的 我讲实在话 其实当你看到国防部长 当然他想要碰到公庙义勇 要碰 要动这个力量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有一个动员上面的绝境 那个绝境就是呢 其实年前是真的不愿意当兵 对了 也不愿意叫招 所以他不敢扩大叫招 不敢 票都没有了 不敢扩大叫招 但是这边的压力又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才会去动到公庙义勇 但我们知道那个打不了仗 这个其实是最严重的问题 然后又不愿意好好的去面对它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家 你知道吗 像谁 台湾有一个很伟大的战略思想家 姓舒明真昌 他用哨把 对 他是要用哨把打开 所以你知道公庙义勇已经进步很多了 他们拿的武器可能比哨把好一点 这就是国防部在执行落实苏贞昌院长的伟大战略思想 好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非常谢谢介大使 艾教授 是 然后呢跟大家能够好好的来谈一谈 不要忘了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 是 然后我们下礼拜也是会先录影 但是呢 我们会同一时间 在Yahoo TV的频道上面跟大家见面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 下周见 下周见了 拜拜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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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公车系列APP教授任务上线了 邀您加利点赞的横路 现在登入Yahoo帐号 不能每天浇水中枢超萌小数 你种虚拟小数 Yahoo帮你不增数 种完再抽AirPods Pro 你还在增什么 我是谭家龙 我是陈凤欣 我是陈凤欣 我今天不是带风向 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风向 对 那就是呢 从今天开始呢 大家都可以在所有的Podcast管道 包括了SAMMAN Spotify 还有Google 以及 Apple的Podcast上面呢 收听风向龙奉沛 嗯 什么是Podcast 就是几乎等于是广播了 而且是随选随听 对 就是随选随听 完全没有任何的时间地点的限制的广播 没有错 就是以前呢 你听广播 你要锁定一个频道 然后等候一个时间 然后你才能够看得到 才能够听得到 现在不用 而风向龙奉沛呢 我们每一个礼拜 会把国际 国内的所有的大事情呢 一次的为大家解释清楚 所以千万不要